汇年时间 巴黎的书店 在巴黎的市中心房华地段 是一定可以找到书店 博物馆 咖啡吧和电影院的 还有呢在这个每个区呢 还分布有非常多的公立的图书馆 这是巴黎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们看到书店里面的书啊 它的一般的书体积呢 会比我们国内出版的书要略微厚一点点 但是会更小一点点 适合人们把它放进随身的袋子里面 甚至有人笑说巴黎女士为什么那么有气质 因为他们口袋里面常备两样东西 一个是口红 一个就是书籍 那富有诗书气字花 巴黎女士也是气质好而文明的 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的小纸条很有意思 是有一些爱好者或者是作家呢 他会写下对这个书的感觉或者印象 下年推荐他 那婚礼时间已经播到第十集了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下一集我们会参观澳塞博物馆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